嗨大家好我是April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做一个 优衣库U系列的开箱试穿测评 也会把它们跟优衣库的 常规款的一些类似的单品 来进行对比一下 看看U系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另外呢还会穿插一些 关于色彩搭配方面的信息 比如说今年秋冬流行什么颜色 这些颜色跟什么样的颜色 搭配起来又比较的好看 好那我们就先来开箱 我先从大衣开始 因为我看现在优衣库U系列 在网上断货最厉害的一件 就是那一件格子的风衣 我们先来试那一件 就是这一件衣服啊 那对于我而言呢 它其实就是一件防雨的雨衣了 它的做工挺好的 感觉比较精致 比较有档次的那种 也不是很重 给大家看它的内里啊 它的拼接的这个缝呢 就都是这样的 好这件衣服穿上之后的感觉呢 就是它是非常硬挺的 从版型上来讲呢 也是下半身比较阔的 因为它的材质是比较硬的这一种 如果说你把扣子系起来 把腰带系上去呢 整体看上去是非常臃肿 如果说你想把它做一个 比较日常的风衣来穿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生活的地区 没有多余的这种情况的话 还是不太建议的 跟这一件风衣对应的材质相同的一件风衣呢 就是这一件常规款的 它也是这个blocktech 有防风防雨功能的 但是呢 它又比这一件要软 适当的软一些 而且它也是有做这个 正常的这种内衬的 穿在身上很舒服 看上去是一个版型特别好 修身效果很好的一个 很好看的小风衣 然后是这一件 哇 它好重啊 它的这个面料摸上去呢 要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因为它羊毛的成分只有40% 我以为它会比较扎水 这一件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但是它非常的重 它这里边是一个加棉的 一个棉袄这样的情况 那这一件呢 上升之后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 因为它里边加了这一层棉嘛 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 让它更加挺阔的作用 虽然说穿在身上 有一点点重吧 好在它还没有说特别长 短一点 没有那么重 穿在身上以后呢 有一个很强烈的 这一种英文风的感觉 而且呢 显得这一件衣服 特别的有质感 很显好 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不挑身高的 你身高高的可以穿 你身材比较娇小的也可以穿 所以说如果说你 不嫌它重 不嫌它厚的话呢 这一件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天气很冷的时候 也可以穿 刚才那个太热了 所以我就先拖下来 给大家讲 这一件呢 它跟官网的图片 是有色差的 它的这个栏呢 要更明亮一些 轻快一些 这一个也是羊毛成分 是50% 同样的 没有任何扎手的感觉 而这一件 跟刚才那件 比较起来的话呢 是刚才那一件 面料的手感 要更好一些 上身以后呢 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很喜欢 这一件是XS号 我穿 稍微有一丢丢大 不过它设计的 这种风格呢 就是这一种 比较阔型的 它的这个颜色 这个蓝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个蓝色 穿上身以后 白人显得特别的白 很有气质 很年轻 而且呢 它也要比我想象的 它的这个色彩的搭配度呢 要好 搭的很多 然后是这一件 是比较厚实的那种棉 它这个面罩的颜色 它写的是这种 鸵色 米色 浅色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拼色 是黄 蓝 米色的一个 这种很密的 这样一种拼色 怎么说呢 看上去还是很有设计感 很不普通的一个感觉 这一件我也很喜欢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让我的气质变得很知性 很温柔 它也不重 它呢 就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初秋来穿的一件风衣 然后是这一件戴腰带的Trenchcoat 那它拿在手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还是说它的这个面料很特殊 它的这个面料的颜色呢是跟这一件用的一样的这个设计原理摸上去是有这种螺纹的这种感觉 那这一件呢它跟前边这几件的风格都不一样 穿在身上呢要给人的感觉是更随意一些 更休闲一些 它面料呢也是比较轻的 穿在身上不重 它跟前边的那一件比较起来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面料是不皱的 刚才那个因为它是别的嘛 所以说你穿的时间之后它会皱的 那这一件呢它是不会皱的 那这一件呢就是游衣库常规款的一件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个羊毛大衣 当然了也是羊毛魂放 羊毛含量应该只是有40%左右吧 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面料摸上去呢 跟刚才那几件羊毛的比起来 它是有更滑更软糯的一个感觉 我还穿在身上给大家说吧 它是很轻的 你看我里面是背心嘛 它也不会炸我一点都不炸 它的不同点呢就是它里面是没有内衬的 也就是说呢它是不挡风的 到了冬天风很大的话 肯定一刮就透了的那一种 但它的好处就是非常的轻 如果说你想在初秋穿 或者说你在冬天里面加上那个羽绒的夹克来穿的话 那这一件也是一件很好的选择 它的这个颜色呢也很特别 我当时还很犹豫说这个紫色 会不会说会把人显得老气 把人显黑 结果拿到手之后呢发现它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它不是一般的紫色 它还是在紫色里面掺杂了偏蓝的那样一个感觉 穿在身上呢也是很显白的 而且它的颜色搭配呢可以跟比较浅的蓝色 比较浅的灰色或者说白色或者说是米色都是可以的 然后是这一件是一个棉服是米色的 那这个呢比我想象的这个面料要硬那么一丢丢 因为从官网上看以为它是会特别柔软 像一个面包一样的衣服 其实它这个面料还是有叶硬度的 它是XS号的 提醒大家呢是它不是羽绒服啊 它里边填充物是锯脂纤维 那这件衣服呢穿在身上说实话真的是挺好看的 就是很有设计感又简单 然后呢又有自带质感和高级感的那一种 从款式上来讲呢它是前边短后边长的 穿在身上也并不觉得重 而且它这个米色呢反而显得很干净 它领子上的这一块亮亮的这个材质呢 是从官网上看好像特别明显 但实际穿在身上呢并不怎么明显 而且它这一点呢也是今年秋冬的一个流行元素 就是在棉服上面加上这样一个比较小面积的这一种 亮亮的面料提升整体的这种时尚感 因为它的填充物毕竟不是羽绒嘛 所以说保暖性估计是不是特别好 如果说你不是太在意它的这个保暖性的话 这一件还是挺推荐的 这个毛衣拿在手里 比我想象的要扎呀 它里边含有27%的羊托毛 哇它这个毛好长啊 比官网看上去长多了 大家看 这个毛这么长 那这一件毛衣呢穿在身上 它特别的显 显肩膀这一块宽 因为它比较的蓬缩嘛 尤其是就是这儿肩膀胸这一块 所以说如果你本身肩比较宽 上半身比较丰满的话呢 那这一件毛衣一定不适合你 然后是这一件 它是100%羊毛 它是美丽奴系羊毛 摸在手里完全没有羊毛 扎的感觉 感觉这一件毛衣应该挺耐磨的 就是不容易祈求的那种 那这件毛衣呢就是穿在身上比拿在手里好看的那种 它穿在身上以后 它腰这一块收得很紧很显瘦 然后肩膀呢又比较的阔 然后袖子是出来的 就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一件毛衣 这一件呢还是挺推荐的 它是100%羊毛的嘛 但是它没有任何扎的感觉 我觉得我选的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我一开始 其实我对它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啊 这个颜色 但是穿在身上要比想象的要好看很多 有一种冷淡的知性美 是一个高领的 我为什么想说找个高领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高领的毛衣呢 在冬天叠穿的时候就很有必要 哇 这个好肥呀 这S号 它是100%羊毛 这一件呢穿在身上就觉得很一般了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而且它的这个领口是特别高的 我把它折了有三折 然后这样 身上呢有点显胖 当然了可能是因为我穿这个有点大 但是也不我肩膀是正合适的 身上比较的肥 那这件就是常规款的一件羊绒衫 很推荐 就是它袖子是比较缩的 搭配外套来穿呢也是可以穿得进去的 那像刚才那个大袖子呢就有点困难 这是一件S号 所以我穿有点肥呀大家看 袖子上和腰上 其实这件毛衣效果穿在身上是应该是很好看的 那紫色呢也是因为今年是流行紫色嘛 所以我就想try一下 其实它还有很多别的颜色 什么蓝的 白的 黑的 灰的 全都有 这个开衫 好重啊 哇 这个也是感觉是 会起毛的那种 它是68%的羊毛 这个开衫还是算了吧 非常的不修身 袖子也很长 感觉有点像 变那个 跆拳道的制服上衣 那这件很有弹性的那种 人一捏就把我手给弹过来了 然后也是那种毛特别长的 这一件扎在身上 我觉得我自己立马变身成了一个 贝尔 超级显胖 而且它非常的扎 它隔着我的这个羊毛衫都扎到我身上来了 不推荐 给大家推荐这一件常规款的开衫 我这件是黑色的 我觉得黑色比较显瘦 然后它的袖子和腰上都有做这个 收口的设计 它最大的特点呢 也是它的亮点 就是它是做的这种 有这种螺纹 束螺纹 一格一格的 看上去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个衣服 它也是羊毛的穿在身上呢 没有任何的扎的感觉 很舒服 而且呢 它袖子啊 腰上这种 缩口的设计 就是我们跟别的外套进行叠穿的时候呢 就很方便 不会说是有什么障碍 然后是U系列的这件 V1 其实这件V1发售有好久了 颜色非常的好看 但是它的这个面料拿在我手里呢 要比我想象的要硬一些 要粗一些 要重一些 穿上这以后呢 就是这种效果 是XS嘛 袖子也是这种扩的 它的帽子有点重 因为它帽子是双层的这种面料 帽子也比较小 刚刚能盖到头上 呃 我对它的评价呢 就是我觉得 叠穿的话不太合适 因为它袖子太宽了 你塞到衣服里面不太方便 可以把它买 大一码或者两码 就是做一个外套来穿 然后是衬衣 这件是XS嘛 这个面料 比我想象中呢 要更滑一点 它是纯棉的 那这件衬衣呢 我也很喜欢 它是Oversize这种款式 穿在身上呢 就是没有一般的白衬衣 那么强的正式感 搭配一条蓝色的牛仔裤 再加上一双 简简单单 干净净的鞋色 整体呢 看上去就非常的干净 有气质 又安静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这一件纯棉的 这种条纹的 那这个呢 给我第一印象 就是它这个绿色 比官网上看着 要更偏荧光绿一点 上身以后意外的好看 它比我想象的 穿在身上要好看很多 第一显然白 第二呢 它非常的时尚的 这样一种感觉 而且它也可以 做一个外套来穿 把它敞开 加上一个腰带 或者说是不加上腰带 另外呢 它这一种很鲜艳的颜色 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你可以拿它来叠穿 就是你里边 穿上一件 非常简单的T恤 或者是一件很简单的毛衣 然后呢 把这个衬衣叠穿在外边 再在这个衬衣的外边 叠穿上 blazer或者是大衣 都非常的好看 这一件很推荐 然后是这一件啊 这一件 哇 这个面料的手感好好啊 我知道它是drip 就drip这个面料的特点呢 就是不会起皱 但我没想到它这么的滑 这一件衣服穿在身上 肯定会非常的舒服 这一件呢 它面料很好 但是穿在身上说实话 它那种时尚感 不如刚才那两件 那这一件 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面料真的很好 颜色也很好 在里面给它叠加 别的带领的衬衣来穿 然后是这一件 比较军工装风格的衬衣 它的面料呢 颜色就跟刚才那一件 棉质的大衣是一样的 这件衣服上身之后的效果 又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它比我想象的 要女性化很多 它穿在身上 大家看它是袖子的设计 它是打造了一个这种 泡泡袖的效果 而且呢 它在腰上 收腰收的特别的好 是比较修身的 而且它没有那么长的一个款式 这款衬衣也非常 也非常 一直在说也非常 那这件衬衣也是很推荐的 就特别适合你 又要中性帅气 又能体现女性 曲线美的姐妹们来穿 这件的面料也非常的厚实 而且呢 它也是完全可以做一个 外搭来穿 然后是这一件内搭 哇 这个 这个不行啊 这个面料太粗糙了 我拿在手里就很硬 很磨的 这样一个感觉 上身以后呢 效果还算是可以 但是呢 也没有说是很出彩 它这一季有那么多好看的衣服 那这一件我们就算了吧 不要了 然后是一件姚立荣的一个小外套 那这一件要比我想象的要众多了 那今年秋冬 还是非常非常流行 这个姚立荣的 大家看各个品牌都出了这个姚立荣 上身以后 我觉得效果挺一般的 它的这个袖子做的非常的长 而且是上阔下窄 显得肩膀这一块挺臃肿的 腰上也是非常肥的 我还是给大家推荐 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 常规款的姚立荣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特别的柔软 而且也很轻 它这个姚立荣 包括它的外表呢 也是很硬的这种姚立荣 跟它是完全两个感触 它就是你想一直抱着的那一种 上身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大家看这袖子什么的都非常的合适 腰上呢也是有这种瘦腰的效果 就显得人比较的修长 比较的瘦 同时呢也很有精神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常规款 我很喜欢很推荐 这一件是49美元 XS号 也是一起下的单 今天刚收到的 然后是毛衣裙 哦不是毛衣裙 是那个半裙 那这件它的面上摸上去 就是要比我想象的要粗很多 硬一些 没有很软弱的感觉 那这条鞋子呢 穿上身效果也比我想象的也好看 因为它是上半身是上 不能说上半身 上半部分是比较贴身的 到了下半部分呢 才这样慢慢的扩出来一个弧度 就是也是挺支性的一种感觉 还不错 然后是一条这种比较厚的棉质的连衣裙 那这条裙子穿上身以后的效果怎么说呢 就给人一种禁欲系的感觉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袖子的设计 但是它的袖管呢是有些太长了 必须得卷下来才能穿 然后它也可能会比较挑身高吧 所以说这条裙子一般不是很推荐 然后是这样一条毛衣裙 这个毛衣的面料就是跟刚才 跟大家说的那个羊毛衫的面料是一样的 它是3D的 感觉有点松松垮垮 穿久了是不是会变形的那一种 这条裙子穿在身上呢 感觉还不错 因为它非常的轻 穿在身上就很轻松 版型上来讲 这件它穿的我身上有点大 原来穿XS 它也是上半身比较修身 但是呢又不会让你的小腹 显得很突出 下摆呢也是扩出来的这一种 虽然说穿在身上呢 还是比较修饰身材的 如果说你搭配风衣 或者说是在外面加上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春衣 系上一条带来穿的话还是很好看的 也不扎 虽然说它是羊毛的 这一条裙子还不错 然后是这一条裙子 它跟刚才那个 丽领的春衣是一样的面料 一样的颜色 这条裙子上穿以后呢 我感觉就是它的马偏大很多 袖子很长 呃 肩膀也有点阔 因为它可能有点这种oversize的设计吧 就不太适合娇小的女生来穿 总而言之吧 如果说你作为单独的一条裙子来穿的话 不推荐 如果说你把它拿来做一个小风衣外套来穿的话 可以 就是那一条牛仔裤 24inch 我看它的面条成分是百分之百 绵嘛 没有任何的弹力纤维 所以我以为它会比较硬 但实际上它拿在手里 哇好软啊 不错 这条裤子穿在身上 第一还是挺舒服的 第二呢 不用担心拖地这问题 第三呢 就是它裤型还是很不错的 显腿直 显腿细 不过它这个颜色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它这个白色掺杂的太多了 所以说这款裤子呢 如果大家要买的话 可以看上别的颜色 格子的裤子 这条裤子呢挺不错的 推荐 它上身以后啊很舒服 它的面料有一定的厚度 也很挺阔 又是这种格子纹路的 非常适合现在秋冬穿 搭配loafers 或者是稍微带一点根的靴子 都挺好看 然后是这条裤子 也是一个到脚踝的这种小微懒的裤子 它里面是含有33%的羊毛 但是手感上摸呢 是摸不出来任何羊毛的感觉 相反它比刚才这件裤子 要更滑一些摸起来 它的表面也是有螺纹的 那这条裤子呢 上身以后的效果也不错 它跟刚才那条裤子的裤型是差不多的 它唯一的区别呢 是这条裤子要比刚才格子的那条裤子要更短一些 然后最后一条是这个 去年我有试过这条裤子 非常的长 今年看模特穿应该是变短了 所以说呢 就买回来给大家试一试 它的这个面料 这个拼色 是跟刚才一开始给大家介绍那件棉质的风衣是一样的 它的做工也很好 这一季的U系列的这个做工真的挺不错的 那这条裤子上身以后呢 最大的感触就是它比去年的同款要短了很多 然后面料也更好了 更软 更有质感 还有呢 就是它萝卜腿的那个效果呢 要弱了一点 所以说现在呢 还是挺推荐这条裤子的 好了呢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东西好多啊 然后可能有什么忘的讲的 我会添加到信息栏里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